我就是要是玉米 这个袋子 无可疑哦 长官 玉米 我就是要是玉米 还有火神的林毅阳 因为那个戏进去的时候 是看到是一人受困在里面 那其实在那种危急时刻 也不需要去分什么 你是艺人 你曾经对我做的 当下的唯一目标就是 就是我要救你 所以我觉得防火这件事情 应该是 这个社会大家都应该要关注的事情 就不是说 戏眼完了这件事情就结束了 但我们还可以看到 还是会有一些遗憾的事情发生 那发生之后 我们应该要想的是 如何去对未来做更多的预防 那至于那些杂音 我觉得我们可以把这些东西摆比较后面 那时候演阿太的时候 我也是试着让自己慢下来 然后反而可以发现很多 生活中你忽略的感受 因为现在社会太急了 因为阿太这角色开始有了很多对生活比较细微的观察跟感受 那这也是在阿太身上学到的事情 好像我不需要跑比别人快 我也不需要比别人更快的达到什么样的事情 但是生活有自己的节奏自己的步调 然后就可以这样感受到快乐跟幸福 沉淀过你会发现这些曾经演过的角色 他还是会在生活中提醒着你 就是你在某些时刻你会比较阿太一点 你会希望自己慢下来 很幸运的是可以在一开始的时候 遇到很多很好的前辈 教你 教你带人处事啊 我觉得除了演戏之外 教我更多的是他们工作的态度吧 例如说像龙哥啊 对啊 就是给我很多 不管是在戏剧上或人身上很多的指导 可以在一开始的时候 遇到这些事情 这些人我觉得是太 太幸运太美好的事情 在找机会的时候 不要急着 会急着想要报答吗 你会急着想要 证明自己啦 那时候每次比如试镜广告 为什么每次都会对自己来说 是不是我哪里没有做好 我哪里不够好 或怎么样 才会 才会没有选上这个工作 或是才没有 没有工作的机会这样 现在合国头来 我觉得那时候太急 反而错过很多 生活上的感受 对 那现在可能就是要 要慢慢下来 就随缘这样 譬如演员就会那种 你想演的角色 可是没有来找你 或是 你觉得你自己 演不来的角色 然后别人去演的时候 你也会觉得 有点难过这样 但是就是后来觉得 一切都是真的是最好的安排 对啊 我现在相信所有事情 都是一体两面 就看你怎么去看待 因为你把它当作错误去看待 那它就会是一个挫折 那如果你把它当作是一个 必须克服的难题的话 它就会变成一个任务 当你跨过去了 你就会 啊 很轻松 所以就是端看你怎么样去观看这件事情吧 我演砍手那一段 然后砍完 一开始唱那个砍手 大哥就来说 诶 刚刚演得不错 哇 好 谢谢 我演了 哇 那这个应该是也很不错 对 哎呦 对 好扬带的 好扬带的 这个角色呢 非常的特别啊 就是 它的思维啊 它的思路啊 以及它的 它的 它的所想要的企图 就是它的人生目标 是非常跟一般人不一样 这也是我演过最神秘的角色 然后呢 它应该算是 某方面也算是一个影师啊 执着成为电影中的角色 大家看它的造型 你可以看得出来 它要 它要 夹扮成谁这样 那大家在预告片 可以看到一些 看似好笑啊 然后看似有点恐怖的东西 我跟你讲 它真的就只是冰山的一角 因为进电影院 你会发现 它完完全超乎你的想象 但是为了保留大家进电影院 观影的那个 最佳的观影状态 所以我们不得已 只在预告片里面试出那一点 但是相信我 我跑完这几次 跟观众见面之后的这种回馈 是很值得进电影院一看 推荐给大家这样 那你可以学一个里面的台词吗 那就给大家这个角色 模仿的人的提示好了 它是说 往外差远 我都知道是玉米 哈哈哈哈 给大家重现一下这个 玉米真的很好 预告片 嘿 死女 台湾剧炮风哥 大给小强 富川期幻影展评审团大奖 台北电影奖 最佳男配角 最佳女配角 鸡马奖八项大奖入围 拜承啦 这次啦 啊 我就被林董 抽到当替死鬼了 你算就没当替了 救命啊 我们再找个嫌疑犯 有见过这个人吗 来人说那个大弯道 你能看到吗 嗯 那里死过人 因为这个袋子 很可疑哦 长官 玉米 我就知道是玉米 我们这边怎么都没有讯号啊 这么大了 应该这么大钱的 这一定有问题了 自开心就很无助人了 这是没进口 兄弟 干啥啦 那是要放下来的 你上海彩年 就越多这个 心 tierra 什么没做有信率的接触 J・L、 所以怎么做我呢 这些人要放下来 等一下 我有个大胆想法 哥 痛 我们要学他吗